娱乐圈里的婚姻总是分分合合 那些分手私逼大戏 永远都是吃瓜群种饭后讨论的话题 至于那些老少配夫妻 应该算是娱乐圈里 一群特殊的存在吧 俗话说 女大三抱金砖娱乐圈老少配 常被伙伴们戏称为老牛吃嫩草 也就是说岁数大的男性 经常找别自己小很多的女友未板 而且年龄相差特别大 幅度可达到四十多岁左右 第一队 陶哲与江佩柔男方比女方大十八岁 江佩柔是低道的台湾人 是典型的白富美富家千金小姐 但是白富美娇妻 都指不住丈夫的那颗花花肠子 当初她与杨子晴出轨之事 可谓闹得满城风雨 人间皆是事后 她居然拿出PPP公开道歉 这在贵圈还是头一遭呢 第二队 高晓松与西又米 西又米生于1988年3月23日 高晓松生于1969年11月14日 两人相差19岁 相识于深圳的一个选秀比赛 当时36岁的高晓松是评委 17岁的西又米是选手 恋情曝光后 由于外形年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 当时被网友一致不看好之后 二人在2007年结婚 而后在她19岁那一年 还为高晓松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可是二人最终未能熬过七年之养 于2013年离婚 第三队江文与周运二人相差15岁 但周运当初为了走劫竟成瘾 为了上位 据说与导演江文拍戏生情 最终江文为了和周运在一起丢弃了结 发妻子娶了周运 于是变嫁给了内地 四大导演之一的江文 虽然名声不太好 不过夫妻二人如今过度幸福美满的生活 还与有两个儿子 第四位王全安与张雨琪二人相差 21岁张雨琪与她是应拍摄百路园结园的 虽然两人不但年龄差距盛大 而且年轻貌美的她与王 全安一点都不打 但是二人还是不顾外界反对 直接闪婚 张雨琪还常常在个人微博中上 传与丈夫在一起点点滴滴的照片 虽然二人很恩爱 但最终还是逃脱不掉离婚的宿命 因嫖娼事件 夫妻二人一离婚收场 张雨琪也是遇人不输 如今嫁给的第二位导演丈夫 又被抱欠下三个意债务 第五对 李坤诚与林静恩 李坤诚比林静恩大39岁 为了爱人李坤诚 为了跟李坤诚结婚 她不惜跟老爸闹翻 二人的结合 让众多网友大跌眼前 几乎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原本因为96年的她 仅仅只是青春期的叛逆 却没了得李坤诚和林静恩 已经在一起三年了 第六对 谢贤与Coco 两人49岁的年龄 才堪称娱乐圈 望年恋史上的经典放本之一 谢贤与Coco的这段恋情 一度不被视人所认可 不过二人的恋情 已经持续了十一年之九 四哥与Coco 还常常在公共场合大秀恩爱 令很多年轻的小情侣 都望尘莫及 关于她是否会迎娶小女友 Coco 她表示 不会 原因是 太年轻 不想害人 最后这两对恋人网友们 都纷纷评价 悟心的隔夜饭 都快要全部吐出来了 对此你们是如何看待这几对老上夫妻呢